市車行車 哈囉各位T-CAR試車頻道的朋友 大家午安 我現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花蓮瑞瑟 為什麼跑到花蓮呢 因為今天有一台重量級的車款發表 他就是我後面的 Lexus的新的RX 嚴格講起來呢 這一代的RX應該算是後期款車型 那今天是它的發表會 它等於在國內的中大型的LSUV裡面 算是有舉足輕重的份量 因為我還記得我入行的時候 第一次試駕Lessus 就是初代的RX 到現在20年來 它在市場的累積販售量 已經超過6萬台 6萬台排起來你知道多怕人嗎 但今天這一台車呢 我覺得會比較帥氣 為什麼因為你會發現 它雖然是小改款車型 但是你從它的頭燈 還有它的水箱護照的造型 還有包括車身曲線 看來你會覺得它感覺更為銳利 尤其它在霧燈的部分呢 它已經往下延伸 所以在整個車身線條的層次感 會覺得更漂亮 而且它在售價的分布呢 也相當的廣 它從227萬一直延伸到347萬 也就是它的頂級版本 而且是7座的 是347萬 那我們今天展現在前面的這一台 我覺得算是會是市場的主力之一啦 因為它是F-Sport 可是它售價是267萬 那因為這一台車我覺得相對會讓 一般的消費者覺得比較實用 那主要差別在哪裡呢 除了它的造型算是小改 它在車體的部分呢 也精進了不少 因為它除了車身 就是車體結構增加了14個焊點以外 它車身的布膠呢 也多了4.3公尺 就是整個膠合的部分 再加上焊點的部分 所以整體來說 它的車身的剛性 已經比過去要來的大幅提升 那再來就是它在側面的線條上 看起來會讓你覺得很修長 很流線 尤其它的車身長度呢 是4890mm 就是以這麼一台休旅車 當然我們今天介紹的這一台 是5座版本 但是它還有7座6座的 就是加長版本 那以5座版本 其實已經算是蠻大台寬敞的 因為它的車身已經逼近了4米9 而且你會發現 它的底盤的離地高呢 其實是200mm 就是它不會讓你覺得 就是這一台車是一台 太粗獷的休旅車 但是又同時能夠 兼具一點點微越野的功能 所以底盤的離地高是200mm 你把車門打開 你會發現它的 因為它畢竟是一台休旅車 所以它整個可以包覆 包括它的門檻 就是你萬一真的下雨天 或是去微越野的時候呢 你車內成員進出坐艙的時候 它不容易被它弄髒 不容易被它弄髒 而且待會我們再帶大家來介紹一下 坐艙的成色 我們先整個繞外觀來帶大家看一下 那在西柱的部分呢 因為它有懸浮式的設計 一直是我覺得 視覺感會讓你覺得比較創新 而且它的鞋背 就是市場上呢 現在出現很多SUV是Coupe造型的 但是你會發現這一台RX 它其實它沒有以這個為名 但是它在造型設計上 已經趨近於這樣的設計 好那因為我們這一台車呢 我已經先拿到鑰匙了 我現在先把後行李箱打開 好我現在把整個後行李箱打開 你會發現它的 我再把它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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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因為Abus Poe呢 在樣貌上呢 會讓你覺得看起來稍微動感一些 那的確它的造型也會讓我覺得 我覺得比較比較精緻 好也甚至比較驚豔一點點 那我把它的尾門 好現在應該 尾門應該有開啟了才對 欸 奇怪 抱歉 因為它的鑰匙剛才跟我說是放在中間的 但是我們實際要開啟的時候呢 發現它的尾門還是打不開的 好 那它的行李箱容積呢 它的行李箱容積可以從519公升擴充到1592 就是你只要把它的第二排的座椅往前傾倒 好 其實很可惜 我不知道為什麼是卡住了 就是打不開 那你會發現F-Sport在後 車尾的部分呢 它的保桿下方呢 多了一些分流器的設計 好 而且它的就是排氣管的尾式管呢 分置於兩側 所以在樣子 樣貌設規劃上 也會讓你覺得有一種前衛感 那再來就是在尾燈的設計上 它看起來有點像是 LS的規格 就是在夜間的辨識度上 會讓你覺得比較大氣一點 好 那除了外觀的改變 好 車體結構的變化 我們再繞回來車頭看一下 它的這個LED的頭燈 好 它這個頭燈呢 是智慧感應的頭燈 那智慧感應頭燈厲害在哪 就是它結合它的雷達波 就是偵測到前面有車的時候呢 它會把它的光速撥開 所以避免對行車造成的干擾 好 那接下來我請同事坐在座倉 好 我們一起進入座倉 然後來感受一下 這一台車獨特的地方 好 好 因為這一次我們直播的車款呢 它是F-SPORT的版本 那你會發現它其實那雙質感很棒 而且它還有全景式的大天窗 那我覺得全景式的大天窗 最於營造就是 你全家出遊的時候營造那種氛圍 會讓你感覺的很棒 那你會發現在中控台的格局 看起來有一點神勢 但事實上它連中控台 它雖然是一台小改款的車型 但是它連中控台呢 算是格局已經大大的不同 首先你會發現它上面的觸控是液晶顯示幕呢 它已經往前移了13公分 就是這個觸控的液晶顯示幕是往前移13公分 那包括它的尾門的開啟 尾門的開啟也從原本的6.5秒提升到了5.6秒 所以在速度上已經大幅的提升 那再來就是方向盤 因為是F-SPORT的版本 你會發現它在上面有一個背景 就是增加了一些像香檳色的這種金屬鍍框 還有一些法師紋的這些 這些這個飾板 我覺得在內裝的精緻度 它會有提升的效果 而且看起來會讓你覺得感覺很動感 而且它整個座倉的規劃 它是採用駕駛導向 就是它佈局是以駕駛者為主 所以你在操作上會讓你覺得便利 而且在行車模式上呢 它有ECO, NORMAL, SPORT, SPORT PLUS SPORT S, SPORT S PLUS 還有Customer這樣子的設定 那在中控台的這個螢幕是12.3吋 那它除了觸控的功能提升以外 就是它往前移 所以說會讓你覺得在使用操作的時候 會讓你覺得比較救手 因為前期款你可能要伸很長 但是你現在往前移 你不只可以直接用觸控控制 你還可以藉由上面的這個 Remote Touch的這個面板來進行控制 你就可以藉由這個面板來找你要的功能 你就可以操作上 你也會覺得比較便利一點點 這是算是它在中控台上面 重新規劃的不一樣的地方 那儀表的配置一樣很漂亮 因為它是居中的轉速表 而且這台車它還有抬頭顯示器 就是看起來這個樣貌呢 會讓你覺得整個整個成色上 會讓你覺得比較漂亮比較美觀 那再搭配它是Mark Leverson的音響系統 所以行車的時候開啟音樂的時候 你也會覺得感覺整台車的質感跟氛圍 就會讓你覺得不一樣 那我覺得這台車不只價格算是具有競爭力 整個車身的規劃 還有它的安全性的提升呢 也有大幅的進步 因為它在安全的部分呢 它已經進化到了 Lessus的Safety System Plus的第二代 那第二代主要差別在哪 就是包括它的主動定速加測距巡逸呢 是全速域的 那還有包括像它的PCS 就是它的主動煞停的預警防護 然後車道維持 車道偏離警示 這些通通都是它的標準配備 那最主要就是 它在被動的安全防護呢 它有10具SRS的輔助氣囊 這算很誇張 就是除了安全性會讓你覺得很到位 內裝的舒適質感會讓你覺得很棒以外 它在車身的剛性跟它在操控的提升上 它其實也有一些進步 因為它的AVS就是它的電子懸吊呢 它有650段 就是它可以很細微的 針對你的路況 你的車速 你的角度 去做阻尼的調整 那接下來我帶大家來看一下它的引擎蓋 打開它的引擎蓋 帶大家看一下它的動力的配置 好 我們把引擎蓋打開 你會發現它的配置 其實算是很整齊 而且有一顆很精緻輕巧的引擎 這具引擎的代號呢 叫做8AR FTS2.0的四缸渦輪引擎 它的進排器都有連續可變氣門機構 那搭配六速手製排 所以它有238匹的最大馬力 那它是雙峰值 就是雙平原式峰值的扭力設計 它的馬力的曲線是4800轉到5600轉 那它的扭力呢 是35.7 是從1650轉一直延伸到4000轉 那0到100加速 比這麼大的一台休旅車 它0到100加速呢 一樣可以在9.2秒達成 而且急速可以有200公里 就是已經可以滿足多數人在一般日常生活使用上的需求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它的後座 空間表現呢 對這個急劇的消費者而言呢 一直是一個相當重要的 相當重要的選項 那這一台車它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椅背具有電動調整的功能 而且你看我179的升高入座 它後座的空間其實算是很寬敞 那前面是雙區域的恆溫 但是它後面呢一樣有這個出風口 那只是因為我不知道這一台展示車 它剛剛一上來不知道什麼東西卡到後門 所以剛才行李箱我沒有辦法打開 不過它行李箱的容積算是相當的寬敞 它個行李箱容積呢 可以從就是原本的519公升 擴充到1592 好那不曉得有沒有朋友有問題要問我的 我可以現在來回答 我先來看一下大家有沒有問題要問我的 以價位來講 我覺得它算是有相當不錯的競爭性 因為它的價格分佈很廣 它從227萬 就是最入門的227萬 一直分佈到 可以分佈到347 因為它有6座跟7座 那我們現在 就是直播解說的車款呢 它是5座的RX的SF Sport 我看一下有沒有什麼問題要問我的 有油電嗎 有的 有油電 它的它上面 就是頂規版本 它都有配置油電 那不過主力車款還是以這款2.0的 四缸渦輪車型為主 那氣氛燈可以改顏色嗎 它氣氛燈理論上是可以改 我不好意思我還沒有去操作它的氣氛燈 氣氛燈理論上是可以改的 蠻醜的喔 其實美醜這種見仁見智啦 也有覺得它很動感 尤其我看到它側面的線條 那種印線條的感覺 還有一點點像是 烏拉斯那種跑旅的風格 對 好 那 謝謝四廣兄 也有朋友覺得很美 這其實美醜見仁見智 但是如果你想要買一台 就是實用 而且能夠滿足家庭需求 我覺得它等於有很多的動力規劃 很多的空間配置 你在市面上可能找不到 這樣一款車型 就是可以滿足很多家庭需求的 譬如說如果三代同堂的 你買七座 你可能出門你就不用另外開兩台車 那你譬如說像我沒有小baby的 我覺得五座的車型 空間表現已經算很寬敞很夠 而且以Lessus的品牌形象跟定位 還有它的安全成色跟它的配備 以現在這一台267萬 我覺得CP值算很高啦 坦白講 而且性能表現也有一定的水準 前面駕駛座有按摩座椅嗎 我進來看一下 前面駕駛座呢 它有腰靠 它有腰靠 小凱款操控有沒有進步 其實它跟NX的200不一樣喔 跟NX的200不一樣 它算是級距比較大 就是規格上它是更高一級的 NX是它下面一級 然後再來是UX 所以它等於算是屬於中大型的表現 剛才它的尾門已經可以開啟了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它的後行李箱的空間表現 它有感應式的尾門 我剛才又不小心把它按到了 感應式的尾門呢 它的開啟的速度也比過去要來的提升 它從原本的6.5秒已經進化到了5.6 那你現在看到五座標準的設定呢 它是519公升 那你只要把後座椅背往前傾倒 可以擴充到1592公升 而且它這邊呢 還有按鈕 你可以看到 它還有電動操作的按鈕 所以等於相對會讓你覺得在使用上比較便利 你只要輕按按鍵 它的第二排座椅會電動的收折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你出去採買 雙手已經捧的東西 它可以藉由電動尾門的開啟 感應式的電動尾門開啟 還有包括它的遙控的這個 第二排收納的開關 我覺得會讓你覺得使用的便利性上大幅的提升 四驅版本 它的Hybrid版本就有四驅的 Hybrid版本就有四驅的 好 那如果沒有其他的問題呢 我們今天的直播就告一個段落 因為還有其他媒體同業 急著要拍這一台車 那也記得關注T-Car試車頻道 我們會有就是更精彩的試車介紹 好我們下次見 拜拜 九四驅 十六驅 穩極的 剛才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